这四法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布施 这个布施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送礼 业余所谓 礼多人不怪 常常送礼 小礼物 比如说表示关心 表示爱我 礼不再贵重 是代表感情的 尤其是出门 你现在常常到外国去旅游 看那些小的纪念品 有些纪念品很便宜 并不贵 但是回来之后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送给你的家人 家人会感激 你出外旅行还没有把我忘掉 不要看这一点 关系很大了 那做老板的 你们想想老板出去旅行 出去了 无论到哪里去 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给员工带一点小礼物 不需要很大的破费 表示我虽然出门了 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忘记 一张卡片都很珍贵的纪念品 不能不懂得 人与人之间的交集 礼物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要懂得送礼 那么有一些法师 他们知道 净空法师的法语也很好 尹培法师还来向我请教过 要向我学习 我说这个很简单 送礼 任何地方邀请我去讲经 我都带了许许多多戒缘的 佛书书 这个露营带 录像带 我都带很多很多 跟每一个同修 接约 这是布施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追随李炳南老巨师 他老人家对这个四摄法非常重视 教给我们 你们学奖金 一定要给听众结缘啊 你不结缘 将来你就没有化缘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结法 哪有那么多钱结缘呢 哎呀 都是简单嘛 你去买一包花生米 在门口 每一个进来的人 给他一列 就结缘了嘛 哎呀 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哎呀 我们才学会了啊 买糖果 买花生 买什么的 那没有多些一大包嘛 啊 李老师那个时候 讲堂讲经 听众大概是四百人的样子 啊 所以我们学生都在门口啊 笑笑眯眯的欢迎每个人来 来来来 给你结个缘 这个缘就这么结的嘛 老师教的啊 啊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这是小事情啊 发缘就这么结的 你一学讲经 你跟这些的这些听众啊 见面就好像没有见到 你也不理会 你讲经的时候谁来听啊 我看 每天呢 你们晚上同学讲经 听众都不多 什么原因 没借缘 你们如果买些糖果 我在门口戒约了 你的听众就多了吧 啊 你们要学会了 这也算是代代相传的 啊 所以要懂得啊 要重视啊 要知道这个关系啊 非常之大 啊 你看这些年来 我们跟九大宗教的 这个这个 联系啊 啊 经常往来 都有礼物赠送啊 每一次见面 都有一点小礼物 交往 在礼上往来 第二呢 是爱与 这个爱与 不是甜言蜜语 爱与是爱护他 关心他 照顾他 帮助他 这里面最重要的 是帮助他进步 帮助他改善生活的品质 帮助他断卧修行 帮助他破米开物 这里面的山桥方便堵了 到哪里去学呢 佛的经典 处处都是 经典 这是文字 文字记载的是佛当年的言书 他句句话 都是爱人 爱护一切众生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个非常苦难的时代 苦从哪里来的 是从众生造作不善业 所感到来的 我们要想脱离这个困惑 要在免难 这句话不是从古上来讲 要从音上去想去想去 能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灾难就能够化解了 今天我们看整个世界 社会动乱 人心不安 随时随地 都可能爆发天在人后 这是个大问题 非常严峻的问题 如何解决呢 我们修佛的人 常常听到祖师大德说了 从根本修 这一句话 我们把它隐身 把它延长 我们对于今天的社会 也要懂得从根本解救 这才是办法了 佛家讲的根本 无解释善 儒家讲的根本 无常八德 我们看看动乱的根源 根本失掉了 根本动摇了 以实善意来说 现在一切众生 生造啥道音 口望于念舌握口气 心里面贪嗔痴 人人都是造十卧业 社会怎么会干净 天下怎么会太平 人与人之间 彼此不信任 互相猜疑 互相在防范 于是 人与人的交情会破裂 不但是道义之交 会破裂 清缘之交也会破裂 君臣 朋友 夫妇 是道义之交 父子兄弟 是亲戚的 现在宇宇宙 我们常常听到 抱着父子脱离关系 这成什么话吗 这还得了吗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连亲戚 你亲戚都破裂了 道义就不必说了 人和在这个世间 什么意思 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意义 彼此互相不信任 一天到晚 预防着 别人伤害我 人家也预防 我伤害他 故这种日子 这种日子 说老实话 真的 连畜生都不如 现在造物 来生是散活到了 所以解救的方法 还是从根本 帮助大众 觉悟 赶紧回头 断卧修善 首先 要跟一切众生 建立信心 我相信他 他不相信我 那怎么办呢 他不相信我 我还是相信他 要一长时间去感化他了 这就要修 忍如波罗密 我们没有耐心 怎么能成就 这一生当中 都不能感化他 回头 还有来生 来生不成 还有后生 佛菩萨 帮助一切众生 深深世世 永远 没有退转 永远 没有休息 我们以真诚 我们以真诚心去做 决定没有虚伪 对待一切众生 不要说是对人 对动物 都是以真诚爱心 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 连动物都受感动 他能伤害我 我不伤害他 上一次我们到古今 我在古今那个山上 住了五天 黎金由居士告诉我 山上种菜 自己种菜 头一年所种的菜 大概十分之六期 都被虫吃掉了 他人心地很慈悲 也很欢喜 我供养的时候 供养这些畜生 绝对没有一年 去杀害他 驱逐他 没有 反而爱护他 这小动物 他会受感动 到第二年 这个虫吃的菜的时候 就少了一些 大概可以能够收成一半 一半被虫吃掉 他现在种了六年了 今年第六年 我们到菜园去看看 还是有虫 还是有虫 很少 一片菜叶上 只看到有两三个小动 不需要用农药 也不需要把那个虫赶走 不需要 随他去 真诚的爱心 他在这个菜园里面 放音乐 给菜听 也给虫听 你看他照顾都知道 我去看了之后 我说你改放佛号 比音乐还好 这个念佛基拉过去 念阿弥陀佛吗 给小虫听吗 所以我们决定 不可以有伤害 众生的念头 他对我们有回报 决定要做不杀神 不但不能杀害众生 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 我就有过失了 罪过 我就有过失了 所以佛在经上 叫菩萨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岂不就是何言爱语吗 如果这个世间 人人都何言爱语 哪里会有战争呢 不可能发生战争吧 决定是何目相处 互助何作 所以这四个字 比什么都重要 决定不能够疏忽 学佛从哪里学起 就从这儿学起 第三个叫利行 利是利益 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我的生活行为 我的思想 我的言语 我的言语 言语是口业的行为 思想是意义的行为 我们自己的行为 对一切众生 决定是有利益的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决定不可能说 伤害社会 伤害众生 佛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齐心动力 一切行为 都是自利的 自利一定就伤害别人 自利是给自己添烦恼 其心动力 一切行为是利益社会的 是利益他的 不是自利的 别诸位同修说清楚 说明白 不是自利 自己才得到真实利 自己常常想到自利 其结果是自害 害了自己 这个道理很深 很深 我们就以 这个菜园里面小虫来说 一念念替他作响 念念帮助他 他回报你很厚啊 这个是对你真正有利益了 不再操心 你的农作物 由病害虫来侵害 不用操这个性 他长得很好 自私自利身 把这些病害虫通通通杀死 你得到一点利孕 你给这些众生 借了多少孕种 他也是一条命啊 你杀了这么多众生 将来 生生世世 去尝命 你要尝多少次 你才能尝得完 这个是世间人不能理解 我们讲 他也要不肯相信 为什么呢 他不敢相信 他死不承认 这叫自欺欺人 而佛菩萨给我们讲的话 句句真实 人一生在世间 真正聪明 决定不给一个人 借愿愁 不但不给人 借愿愁 不给一切动物 借愿愁 你这一生 过得很光辉啊 你来生 厚佛无穷啊 你能这样做法 佛家讲的时候 富贵 健康 长寿 你都能得到 长寿的原因是什么呢 无微不食啊 不杀生生 无微不食啊 素食是无微不食啊 不食一切众生肉啊 那么你是杀害众生 为自己的享受 这个没错 奇奇怪怪的病啊 你就失踪不能够避免 病从哪里来的啊 古人讲的好 病从口如 或从口出啊 口不遮掩 常常造作口业 所以这个爱与理念 还要谨慎 不说别人过时 这个说过时 在什么人面前呢 古时候所讲的 在父母面前 在老师面前 可以说 为什么呢 因为听的人是智慧者 他听了之后 他会教会你 帮助自己 改过自信啊 不可以轻易 在别人面前 说过时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 说话 总得想想 这个话 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听他们 从这个 这个 天幕山回来的 一些同学告诉我 说是有一个人 发心呢 想到山上去修行 打听山上的情况 遇到 山下了 一个人 他打听山上的情况 这个山下的人 跟这个 齐居寺 处得很不好 所以就是 华业毁谱 让这个发心去修行的人 退了心 而且到处去宣扬 天幕山 天幕山怎么怎么 怎么不好 听说是遭了报应 这报应报得好快呀 那么像这些都是真正的事实 你们同学们 找一个时间 把这些故事 详详细细 说清楚 说明白 我们坐落相待 我们不对外 我们对外流通 内部流通 让大家 深警惕之心 说话要负责任的 不能因私人的恩怨 破坏到场 这个罪过比什么多重 古人常讲 杀人生命 这个罪过不大 所谓四十九天 他又投胎来了 断人慧命 这个罪过大极了 这个慧命是 舍佛的机会 你把人家舍佛的机会 给打断了 这个古报比什么都重 唯有文佛法 众善根 才能够涌拓轮回 机缘难得了 所以说 百千万劫难遭遇 好不容易 他遇到一次的时候 你人心把它断掉 你这个最多重 这个淫于不深重 有益无益的破坏活生 破坏佛法 古报都在阿比地狱 第四条 同事 从大的范围来说 我们同住在这个地球 我们得与地球上 所有一切众生 都要爱护 为什么 这是最亲近的 都要照顾 哪个地方有苦呢 我们能力所及 一定要撑出援手 要去帮助他 不分 不分 故土 不分 种族 也不分 宗教信仰 我们同住在这个地球上 就好比 同传 度活 怎么能不关心 这个是广义的讲法 下意的说法 这个同思 是愚众生 同做他欢喜的事情 菩萨这样子度众生 所以四摄法里面 这一条 很不容易做到 为什么呢 自己必须有真实的智慧定功 你才能做 你要没有高度的智慧 没有相当的定功 好了 他喜欢跳舞 我跟你同事 我天天陪你去跳舞 好了 跳不了几天呢 你的佛法没有了 被他度跑掉了 同事 你有能力感化他 你能把他度回头 所以同事是手段 不是目的 菩萨 菩萨行啊 菩萨有无量智慧 无量得能 所以他在这个世间世心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的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的 圣热婆罗门 那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 我们就是讲广义的 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同住在这个地球 同住在新加坡这个地区 我们一定要互相关怀 我们一定要互相的关怀 互相的照顾 这个就没有毛病 那个下意的说法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考虑自己的 这个定工 自己的智慧 在历史上 自古至今 这个不说在家同修 许多出家的 大的 不谨慎 在同事里面 结果都退射了道心 多被别人赌跑了 这个事情比比皆是 我们不能不留意 莫合这一句 寻遇测尽 现实劝导 欲试小欲 测试鼓励他 要求进步 这个人是真正的善知识 是真正的善友 黄念族老句子 注解 用开示 勿如佛之之今 这四句话来解释 劝欲则今 解释得好 实时刻刻都能体会到 佛度众生的苦心 要开到他 开佛之今 实在讲呢 今天我们能做的 把佛法 这个正知正见 教导他了 特别是学佛的同修 学佛的人有多少 太多了 什么是佛 不知道 不知道他就学了佛了 认为 常常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 去许愿 去供养 这就叫学佛了 这个错了 用佛之之今 这四个字来讲 就没有问题了 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一切五 佛是怎么看法 佛是如何认知 佛是什么样的见解 从这个地方下手 这也 当然就没有差错了 这是我们首先要帮助的 所以我介绍的 认识佛教啊 我们把佛教介绍给别人 从这下说 三规传授 这个是佛法的入门 他认识佛法了 发行修佛 那么再给他传授三规 不能搞错了 再看他的根性 帮助他选择法满 劝他 一门深处 尝试寻修 专修专红 这是真实的 全域才能 那么我们修佛 今天不论在家出家 最大的障碍 是在家 无过于明文立养 这个东西 围绕着我们 你还能有出息吗 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 原因在此 所以我常常啊 劝勉我们同修啊 你要想真正其辱 你这一生生活过得非常幸福 非常自在 非常快乐 我设你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你没有肯放下吧 你放下你就相信了 这个东西 烦恼罪业的根源 自私自利 这一条不放下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他 怎么修都很有限 都是属于相思法 绝对不是真实法 谁掉自私自利 你修的是真实法 你得到的是真实利 这个道理 不能不同 我们讲经 常常挂在口上 不应重复 所以现在有些人提议 说我讲经重复地方太多了 要把它精简 我听到我也点头 是好事情 但是精简错了 为什么呢 哪一个众生听一遍就能回头 所以释迦摩尼佛很啰嗦 你看大藏经 一句话 不晓得重复几千遍几万遍 重要的话 他为什么这么啰嗦呢 你回不了头 你要真的一遍回头了 那佛就自在了 后必啰嗦了 绝对不会啰嗦 你回不了头 回不了头 就天天劝 天天重复 这才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说这个根 自私自利 明文立 叹嗔痴痴慢 外面的无欲六成 你能把这四句 十六个字 你真的看清楚了 搞通了 真的放下了 你就得大自在 然后你才知道 佛法不深 佛法不难 佛法闲得那么深 闲得那么难 就是这十六个字 把你张开住了 那么再说一个真实的话 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 就在此地 凡夫 有自私自利 有明文立养 有贪嗔痴慢 有无欲六成 凡夫啊 六道凡夫啊 佛菩萨完全没有 生活在这个世间 随便自在 随便决定不忍住 顺境 善于 绝不生 贪恋之心 逆境 悦云 绝不生 丝毫烦恼 没有怨恨 不平之心 不管是什么境界 物质环境 人事环境 永远保持 真诚 清净 平整 这就是佛菩萨 凡夫 哪有不能成佛的 成佛需要多少时间 一念之间 你转过来 凡夫就成佛了 转不过来 那还是做凡夫 所以世尊千言万语 讲了四十九年 你哪一天回头了 佛就不说了 你自己也得大欢喜 得大自在了 所以 我们常常要存心 勉励别人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帮助人 要有智慧 要有山桥方便 上个星期 马来西亚的朋友 送了两篇微信机 给我看 我看了 了凡私讯的 电视剧 在里面 虽然不是很圆满 还有一些小毛病 听说他们因为授予经费的关系 这个演员呢 原来反而两个儿子 只看到一个 那一个说 因为没有钱 请不起演员 我看了 我看了大致上 很好 所以我到香港去 这次去 奖金呢 我就让他们给我做这个 微信滴 做了十套 二十片做了十套 我带到香港 香港那边同学我看得出 非常欢喜 还问我要 好 回来之后 我们大量的来做 这是山桥方便 对 当前根基 最适合 我们如何 能把两番四讯 这个英国报应的理论与事实 让社会广大群众 多有机缘接触到 认识清楚 深信不疑 这个对于 劝与折尽 投一桩事情 那我们就做好了 就做得圆满 来帮助社会安定 挽救世界和平 有直接不可思议的教会 我们不能不留意 今天讲做好事 做功德 还有什么样的好事 比这个更好呢 还有什么样的好事 比这个更重要 这是我们要非常认真 努力去做的 那么我们在香港 有一个小道场 现在在装修 大概这个月底 可以装修完成 这个里面有一个小的摄影棚 我说 在香港 我们的工作 绝不是以听众多少为主 我们是以录像 制作录像带 以这个为主 它的设备 机器完全装好之后 我想我们第一步讲的 就要讲了凡私讯 我们把这个四十华言 暂时要停下来 讲了凡私讯 救急要紧 四十华言救不了急 了凡私讯能救急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想 用什么方式来讲 将来这个摄像带 在电视台播放 画面比较生动活泼 因为很多初学的人 说我们这个上课的方式 这两个小时 它受不了 它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还得有动作 还得表演 那么我现在讲了凡私讯 我就有了个方法 把他们这一套 了凡私讯的电视剧 一段一段地放一段 然后我们就给讲一段 这样子比较生动一点 他看的时候比较活泼一点 那么讲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由三四个人在一起来讨论 这个电视摆在那边画面 大家看到了 讲一段停下来 我们讨论这一段的内容 用这个办法来讲 试试看 怎样能够齐合现代人的根性 这个是四摄法里头的 这是不识 这个爱与力行同思 这四条都具足了 他们喜欢看电视 我们就用电视这个方法 跟他一起看 一起看 一起来研究讨论 这也是属于同思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能够试验成功了 以后我们在这个电视台 讲经的节目 也得要改变办法 希望能够收到最佳的效果 那么由此可知 佛教的给我们 帮助众生 总纲领 总原则 是上其祝福所说之理 下其众生苦度之际 我们不能俗活大众的根基 如果不齐积 这个效果就大大折扣 切礼是不能变更的 契机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了解众生的根性 要适应 现代的学习环境 适应现代人的生活环境 所以了凡思讯这个小册子 诸位同修大概都都看过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电视连续剧 好像它时间并不很长 大概总共只有两个多小时 并不很长 我们把它做成微信地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节约 希望诸位同修看了 你们提问题 你们提问题给我 我拿你们这些实际上的问题 再讲一次作为参考资料 这个样子就更齐积了 在这个里面就解答你们 对于这本书或者是这个节目 你们的想法看法 你们的希望 我们会尽心尽力 希望做得更圆满 所以不能 不多方面的 集拿这个意见 来帮助我们这个节目 会做得更好 这也是往后对大众 讲经洪伐了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往后 佛教的洪伐确实已经不是在四运到场 已经不是了 一定要走向卫星电视 要走向网络 科技的进步非常快速 那么在我推想当中 五年到十年之后 这个电视机 小型的电视机 会在你手掌心里头 这个无线电的传真 所以我们要把佛法 这个讲言 要送到人手中 至于修行 共修 决定是在退休之后 像外国的老人公寓 退休村 安阳寓 这些是修行的到场 他这个一生已经过去了 儿女都成立了 一切都放下了 万元放下了 这个时候在一块共修 每一天听经 经不能不听 成光别老居士的往生 听四年经 念四年佛 四年没有间断 所以人家欲知识知 走得那么样的自在 今天听要听 不听经就念佛 那就是古德教的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继续听经 继续念佛 这个样子 三年到五年 决定成就 我们要把握这个大好机会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最后